在十九大精神的指引下 在各级领导的关怀下 大与中学全体教职员工 顶着优先发展教育 普及高中教育 贯彻素质教育的方针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砥力前行 明确自己的理想 以理想作为学习和前进的动力 才能找到生命隧道尽头的那束光 大与中学注重学生的生涯教育 通过举办 以预见未来的自己为主题的生涯教育等多项活动 使师生认识自我 使师生认识自我 重塑自我 大与中学生的生涯教育等等多项活动 教育等讼师的教育等及属性 学院学校量 阅教育等多项活动 社医学育等多项活动 既成为老的山洋 教育等多项活动 2017年的高考 大于中学再次取得重大突破 实现了质的飞跃 喜讯一次次响彻山谷 这是学生的自豪 老师的骄傲 学校的光荣 优异的成绩成为山谷学子 对社会各界因因期待的最好表达 勾火晚会是大于中学的传统活动 我们搭起舞台 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五四精神 点燃心中热爱祖国 热爱党 热爱家乡的火焰 做有骨气的平息人 门头沟的自然人文资源 为我们提供了广阔的研究课堂 师生们走进山谷 通过野外考察活动 提升核心素养 促进多学科的交叉融合 助力我们更快更好的成长 2017年 大于中学金帆合唱团迎来了他的三周岁生日 音乐牵手你我 共筑美丽人生专场音乐会在中山音乐堂举办 在2017蔚蓝服装展示 在2017蔚蓝服装展演活动中 大于中学的学生们化身专业服装模特 在梯台上披着自己亲手设计制作的服装 为近千名师生上演了一堂特别的服装 广队设计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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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的大于中学更加开放 我们迎来了厄瓜多尔驻华大使 哥伦比亚驻华大使 与瑞典舍福德高中代表团 阿根廷友好学校进行交流 架起了友谊之桥 阿根廷友好学校进行交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